對方禮物刷一拳啦 我啊 我就是她的配件啊 戴這個幹嘛啦 戴這個幹嘛的 為什麼要戴這個 我知道 她隨時讓我坐著 沒有 因為妳給妳腳上很累 一拳啊 我已經答真的 Beauty 美人圈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 Gemma 溫傑 嗨 我是 Nick 依照各題目 同時在場上拿出自己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考驗兩人的默契程度 首先 第一題最喜歡的節慶 最喜歡的節慶 你一定會拿這個的啊 對啊 我一定拿這個 我會拿這個 你喜歡聖誕節 因為聖誕節連接到跨年 剛好是新的開始 然後她喜歡過年 我喜歡過年 因為過年會有很多人在她家 對 我喜歡過年 那聖誕節為什麼不能很多人在家 他們家一年只開放一次 就過年才能去她家 其他時間就不能去是吧 對 就是過年 我不知道我很喜歡過年 放回去下一題 好 下一題如果要送對方禮物 我快去選現場那個東西 對方禮物 送她一拳啦 等一下 你有吃藥嗎 怎麼突然又變一個人 你要送什麼 送禮物是不是 對 送她 我已經送完了 我快給你一個巴掌了欸 我送你這個 你要送我什麼啦 一拳啊 我已經打真的 我要送她相機 我要送她一拳 下一題 因為我覺得她 蠻會拍照的 就是不能 抹殺她的藝術才華 欸 我說你一拳不是你送我兩拳 你以為怎麼樣走 好第三題 你說要從這裡帶走一個東西 你最想帶走什麼 她 哇 你可能 蛤 你要回應嗎 我 我帶走 好啦 我帶走你 我帶走她 勉強 她很勉強 欸第四題 現場最寫著對方名字的一個配件 我啊 我就是她的配件啊 我想選東西 欸 說實話 她怎樣戴任何墨鏡都好看 沒有 你不戴在看 這是B姐的墨鏡啦 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啊 好那我要選一個你的是不是 欸 我覺得你可以選那個白色的小費包 你喜歡是不是 對我喜歡小費包 對我喜歡小費包 好她指定你想要這個包 對我喜歡這個 好這個 背起來 好最後一題 如果明天要跟對方見面 你會帶什麼東西 明天見面跟你帶什麼東西 明天見面跟你帶什麼東西 帶人啊 帶錢啊 你見面會帶什麼東西 我會看啊 帶這個幹嘛啦 帶這個幹嘛的 為什麼要帶這個 就是 給你 感覺送花的感覺 那我要帶這個 就是 我知道 她隨時讓我坐著 沒有因為你跟你講話很累 我剛剛不講話 那我說她這個 你不覺得這樣很搭嗎 燒狗 好這樣然後這樣 如果想要知道我們更多消息的話 選去follow那個 美人圈的所有的社群軟體 還有什麼話要講嗎 沒有 沒有了嗎 結束了 結束了 下次見 欸說掰掰 掰掰